腾讯体育11月1日讯每媒体报道,巴特勒拒绝出战森林郎今日与爵士比赛,这被视为他向森林郎施加压力的措施,引发了巨大争议。 之后不久,巴特勒做出澄清,透露自己确实身体不舒服,计划缺诈一场就会复出,他否认自己是在向森林郎逼宫,7.30分起视频直播期场NBA比赛。 又是暂停虎虎人判指,连拜巴特勒否认缺证,是故意针对森林郎。 根据此前查拉尼亚的报道,巴特勒决定不出炸今日与爵士的比赛,然后把自己的正义决定,通知,给了主帅希伯度。 查拉尼亚指出,只是巴特勒在森林郎久久无法满足他交易申请后,所采取的下一步措施。 但是,他未来可能会缺席更长的时间,若按照查拉尼亚的说法,巴特勒这时拒绝登场比赛,会产生负面的影响。 但根据ESPN记者沃纳罗斯基报道,巴特勒虽然今日缺战,但他计划在周六跟球队费复刻场,主战于勇士的比赛。 而根据最近的进展,巴特勒也站出来澄清,他在接受ESPN记者尼古拉斯采访时表示,自己确实身体不舒服,而不是有意对抗森林郎,因为我几乎缺习了全部的训练银河系前赛。 在常规赛初期打了高强度比赛后,我身体会感觉到有一些痛,巴特勒说道,我选择不住战今天的比赛,并不是为了跟森林郎对抗,我虽然不上场,但应该会来到球馆看比赛。 之后,我计划跟球队一起飞往奥克兰,备战于勇士的比赛。 当然,巴特勒也承认他在森林郎的现状,无论是潜在的交易,还是在名下成为完全自由球员,都会让他在现阶段,对于自己的身体格外谨慎。 到目前为止,我依然还在寻找解决自己与森林郎问题的方案,巴特勒说道,所以现在,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发生,不希望自己身体疼痛感下重,变成一种伤病。 根据卧室报道,如果森林郎之后一段时间,还是无法达成巴特勒的交易,那巴特勒会按照自己的计划,顶期的缺席一些比赛。 今日缺席森林郎跟爵士的比赛,就是他的计划之一。 小人